打控人生价值可以掌握人生的是比较接近这个幸福的或者是快乐论的 比如说在你们的论述过程之中就有这样子的说法 你是把你这个这个违抗宿命其实就是要拉近自己想要的 以及实际上得到的 那在这一点之上我觉得反方要注意 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宿命论的一个定义里面 你们的看法是跟反方的看法是很不同的 反方是有正方是认为宿命是不可以跨越的 在你们的定义之中宿命是可以跨越的 尤其是在你们的主编有这样子 尤其是你们主编的论述讲说你们快乐论里面是可以拉近 从你还得不到的到你未来可以得到的 也就是说你们违抗宿命是可以得到那个结果的 反方在咨询的时候也很明显地点出这一点 所谓的在你们框架之中的宿命是可以被连转的 我当时不在这一点上做出任何一个判断 我觉得双方都可以被接受 但是很可惜的反方在这个点上 到底宿命是不是可以被扭转的这个概念上有一点点跳动 是去到最后结变的时候呢 你的确是有谈到 是的 即便是宿命是不能够跨过的一个难关 似乎就是在后半期 反方对于宿命到底是可不可以跨过 这个概念有一些松动 那么在这里呢就陷入一个同样的反方 他们要作用两种选择 什么两种选择 这两种选择很难相符的 一种就是你违抗宿命的目的是 其中希望有一天即便它的几率再小 你也可能跨得过 就是假如在你追求 你看到那个目的 可以不断地追求接近那个目的 那一种快乐感 这是一种也就是建立在你们宿命论 是可以被跨过的 还有另外一种是 就是我即便是知道宿命是不能够逆转的 那么即便是人家过程之中 不断地去反抗这种不可逆转的宿命 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体现 那么在这一点你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在这一点之上 我感觉到反方是还没有完全的选择到底是哪一个 因为在整个辩论的流程之中会有出现一个跳动 会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跳动 那么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对象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谈的宿命论到底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社会 那么这一点反方认为是可以针对社会 这一点我认为我可以 我放开来看 我认为我可以接受 那么我要看正方的回应是什么 针对这一点 正方的 是没有针对 没有完全的否定 这个社会可以作为今天违抗宿命 更是个幸福的一个主体 他们是没有反对的 他们反对的角度是 你要论证给我知道 个人的幸福 以社会的幸福 何者大何者小 但是正方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那么我就是希望正方能够在这里提供我 更好的一个答案 否则的话 这个进攻路线我觉得是没有效的 然后这个进攻路线是没有效的 所以在这一点之上 对象的一个增值 我觉得反方还是相对的一个占优的 那么反方还提出一个 就是质问正方的 在不平等的时候 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一种宿命的状况之下 那么那一种情况 你怎么可以幸福 怎么可以算是幸福 因为你是服从这样子的一种宿命 那么这一点 其实正方没有完全的 我不记得你们有任何一种回应 尤其是在自由变成说 这个问题在前面过程里面 就问了两三论 问正方如果一个你不满意 或者不以你自由意志 相违背的一种状况之中 你就服从他 那种状况怎么可以叫幸福 但是这个问题问了两三次 他并没有化成这个反方的一个 扩大的一个战场 然后在自由变后半期 这个战场就消失了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可惜的 而这个战场其实牵持到 一个对违背 你服从的这一个过程到底是什么 这里我就想讲 所谓的违抗 其实是坚持你自己的自由意志 这一种就是叫做违抗 而所谓的服从 其实你也不用去反对太多 关于宿命和幸福的概念 而所谓的服从 基本上是 你可以接受那一种 不完美的一种情景 但是你改变的是你的自由意志 就是接受这种完美 而尝试去从中 避免这一个 这个情景中给你的压力 所以所谓的服从 基本上就是一种 改变自由意志的一个结果 第三 我觉得最后一个论点 反方提出的就是 在谈 这个这一点 华明刚才已经有讲了 所以我不再重复 就是这个违抗宿命 这个命题是不是要跟自由意志对抗的时候 才谈 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可以战成反方 因为在宿命里面 如果是对你有好处跟你注意 一直相补的 其实不会在今天的辩论环节里面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议题其实在前面辩论自由 变前半场成为其中一个主流的一个政治 而这个政治我觉得是反方比较占优的 也就是在前面半场里面 我觉得反方占优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里 到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正方呢 他还有处理出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刚才华明也提了 所谓的伟大跟幸福之间的概念 那么这个伟大与幸福之间 很多时候伟大是一个建立在牺牲自己的幸福 而创造其他更多人的幸福的这个区分 这个是在后半场自由变直到结变都正方不断的去强调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们叫它伟大而不叫它幸福 但是如果很可惜就是在反方里面 你们其实是论述里面其实是可以解答这一个问题的 因为你们的所谓的幸福的对象 根本就不仅仅是个人而已 你们的对象还包括了社会的整体 所以在他们的伟大的概念里面 其实是可以包含你们的幸福 只是说这一对论点是我认为你们没有明显的点出来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伟大跟幸福的区分 我是会把我的印象标投给正方的其中一位 谢谢各位 谢谢叶文堂老师 下一位评审 张哲耀老师 各位好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张比赛主要讨论两种例子 第一种呢是伟大的人 第二种是不信的人 好现在谈伟大的人 就是大家围绕着谈马拉拉 那反方是说马拉拉他就在违抗宿命啊 他个人主观是感觉到幸福 而且也让社会上的女性也变得更加的幸福 那正方的这个解释呢是说没有 马拉拉其实也是在服从宿命的 因为他可能认为他的宿命是要能够抵抗恶人 是要打倒这个恶人 那我觉得像伟大人这种这个例子 双方的解释都能够这个字元旗说是能两面诠释的 所以我比不出来 好第二种人呢是不信的人 那是由反方先这个发起这个攻击 说讲这个像印度的这个性侵案 那难道那些受害者不要这个挺身这个反抗 而是要这个接受吗 那正方的这个看法是说没有 那些受害者也没有道理认为被性侵是他的这个宿命 他应该可以事前预防或是事后去制裁这个罪犯 把他们这个什么之以法 好就是这种类型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好像也是比不出来的 那我认为真正能比的是不是出来呢 是正方自己讲的他开篇的时候其实就提了 说像家人过世生老病死是人的这个宿命 是无法避免的不像这个性侵案 听起来好像还是很困难但是有可能能够克服 生老病死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正方就说那我们生死有命 那就要能够看淡要能够这个走出来 能够这个豁达的坦然的面对 那我就会想要听到反方关于这种类型的例子 是我们要怎么样正面的告诉他说 这我们也要违抗宿命 违抗宿命他幸福在哪里呢 好我比如说 比如说像他讲这个生老病死 那我们想要抵抗这种这个宿命 这就是医学的进步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中有一死 可是呢我们希望尽量延年益寿 也许我们这个七十岁八十岁有一天 我们的努力会徒劳无功 但是我们不断的持之以恒 提高了我们个人还有社会的生活质量 这个就是我们最追求的这个幸福 大概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我认为就这场比赛 我觉得反方并没有针对这种类型 做有效的反击 那我觉得正方 正方在这方面的这个 是从头到尾一以万之 然后铺层的是 是我认为是比较完整的 那这让我想到这个美国有一个游戏工程师 他的这个小孩 遗患了癌症 年纪七七就遗患了癌症 很可怜 所以这个游戏工程师也是建立于这个悲伤当中 有一天他后来这个想通了 把他的领悟 做成一款这个独立游戏 小游戏叫做癌症这条恶龙 他把这个癌症给这个 你物化了 怪物化了 把他当成一只恶龙 然后他的小孩是跟他是主角 在游戏里面不断这个闯关 其中有一个关卡 他设计的非常的巧妙 是他在这个 他跟这个孩子 掉到悲伤的大海里 在这五载城 你要努力的往上这个游 想要这个逃到这个海面上 逃出这个升天 他说全世界所有的玩家 没有人能够第一次就 就过这一关的 他说因为你无论怎么样往上滑 你最后被 迎头的这个巨浪又给打下来 往上滑又被这个巨浪给这个打下来 他说真正通关的法子 只有你游到 悲伤的大海中的这个深处 你只有在这个深处才能够找到 这个整个游戏真正的这个出口 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 人总是会有遇到无法克服的悲伤 你不能够这个抵抗这一点 你要去接纳这个悲伤 才能够走出这个悲伤 你才能够真正的看淡 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 总的来说我觉得 是正方是在这种生死有命 生死看淡的例子上是得利的 所以我把印象票还给今天正方 谢谢 谢谢 真诚的老师 现在邀请你们的第一位评审 罗洪彭老师 好谢谢各位 这样比赛内容比较复杂 而且我跟前面的评审 无论投选正方的还是反方的 都多少有些出入 所以说我不得不加油大家一点时间 没办法 而且比赛很胶着 大家随便要搞 我不得不详细讲一下 首先第一点 这本双方对于 宿命的概念理解不太一样 反方同学啊 宿命的概念理解 比较多的都是谈经验重复 这一点 规大的经验事实 在经验事实的重复下 我们相信什么东西 它是不可改变的 它是宿命 在这点下 我采信正方的说法 不仅有经验事实的重复 还有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宗教 其实也不仅仅是宗教 有些我们可能 不依赖于经验事实 不依赖于逻辑法则 就打双引号 甚至盲目的就直接相信的东西 它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宿命 或是信的 那这样的前提下 导致反方有些例子的开展 在我耳朵的听感上 我觉得不太像是对于宿命的合理解释 比如说反方在自由任务 后来就会去问正方说 比如说我们父母终将离世 这难道也是我们的宿命吗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父母 都将离我们而去 难道我们每个人宿命都是一样吗 这个时候正方有讲法说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啊 那我也能理解到 或者说我被正方的宿命的定义 更被说服一些 这个定义在后面有没有用 可能是有用的 我先按下来个表 我说这个定义的说服立场 我倾向于正方的说法 而反方对于宿命的诠释 让我更难去理解一些 那这几条理论的开展 正方的论点 就比较直接了 就是宿命是个不能改的东西 或者几乎极大可能性 不能改的东西 如果它发生在我面前 算了我就顺从了 顺从舒服一点 开心一点 就几乎是可以这么理解 虽然论邪的很气势辉宏 但是最后打的还是非常接地气 就这么简单了 反方同学有质疑 比如说反方一开始最大的质疑在于 如果当我们面对那些 就是加害于我们的宿命 我们到底还要不要接受 那些不顺的宿命 我们到底要不要接受 这个时候正方 后来是有些例子是可以去拆解的 正方同学是告诉我说 如果你真的那么不喜欢它 而且你觉得有一线生机 它是有希望改掉的 恭喜你 那个东西不是宿命 你就可以去改啊 你大家去改好了 无所谓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改不掉 极大概率改不掉的话 我劝你还是躺着吧 因为大概率你还是要受伤的 你太辛苦了 它跟普通的错误者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反方同学的回应 就落回到对于宿命的诠释上 所以反方同学举的例子 听感上更多举的例子都是 比如说我打比赛两年决赛 我都输给你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啊 我老是打不进来啊 在正方最后话归下 我倾向于相信反方同学讲的 确实听上去更像是一些挫折 它改的概率比较大 它不像是一种完全改不掉的东西 因为至少正方在一开始的 这个这个这个 达成定义共识的时候 都同意这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改掉的事情 当然了我并不直接就觉得 正方的这个论点就站住了 我觉得它确实被极大的削弱了 明显是要加害物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承受 唯一能够让我合理解释到的逻辑是 正方告诉我说 哎你会不相信那是宿命啊 明明能改 那个就还有一些生计 所以就马拉拉什么的 他都去改了 说实话这个反驳是狡猾的 前面评论也都提到了 这里面有包藏着逻辑的问题的 我都要再来解释啊 所以我觉得正方这个论点很微弱的力柱 来看反方的论点 反方的一开始 其实我觉得是讲的挺好的 在你们这里 你们旗帜线面的承认 这两者都是幸福 你们原文化是这样表达的 你们觉得一者的幸福 比另外一者的幸福更高级 我觉得这个论的出发点很好 其实你们后面很多的攻防处理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紧张 去说对方的可能是不幸福啊 可能是怎么样 你们如果能突出告诉我 这个更高级高级在哪里 也许我觉得胜比赛的机会 概率会在我这边会大海线 正方对于反方的这个 更高级的这种幸福啊 第一个挑战就来源于说 这一点我跟前面评论的看法 有些评论的看法不太一样 他觉得反方读论你为什么 从来不考虑你的个人意志和 这个宿命方向一致的这种地方 前面评论会觉得说 那我们先天论论这就是不一致的方向 这也是反方的说法 这是反方的说法 但是我的理解跟这个不太一样 我觉得正方的这种反驳 或者说质疑是有效果的 当然了 我觉得正方同学你们讲的不够细致 你们要再往下讲细一点 因为你想宿命叫你往左走 你自己也想往左走 不 我倒过来说 你自己本来想往左走 这个时候宿命告诉你 哎 很好 运气 你也是往左走 那么基于违抗宿命更幸福 这样一个立场话 你就会掂量一下 哎 宿命也叫我往左 我服从宿命没有那么幸福 我违抗宿命才更幸福 所以哪怕我原来想往左 我出于违抗宿命的出发点 或者说让我更幸福的出发点 我就偏要往右 这种例子不是没有 很多叛逆少年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就你说什么东西 我非要跟你反对来 因为违抗或者说违抗宿命 本身会带给我更深重的幸福 但是很遗憾 这种情境正方一次都没有举出来过 你们只是去挑战他说 这个是不是也要讨论啊 我觉得这个反驳就还不够 而反驳同学我的建议是 你们的立场是完全能够解释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用逻辑上说 我们不讨论这种情况 没有啊 你们自己去讲哪种更高级啊 假设宿命就确定了 你们今天一定会赢这场表论比赛 你们要不要接受这种宿命啊 你们作为变手 你们肯定要违抗这种宿命啊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你们只要坐在上面 冠军就自然到你们头上 这是你们的宿命哦 你们随便怎么打 冠军都是你 那作为变手我们还打什么啊 不要 我要自己赢东西 不是宿命给我东西 这是哪个更高级 这完全符合你们的论啊 但是我觉得你们 到这个时候就 因为你们要讲的就是 那个个人意志的彰显嘛 对不对 即便当它重合的时候 如果个人意志被取消掉了 或者说没有彰显出来 在你们视野当中 就肯定不是一种更幸福的状态了 明白我意思吗 我不知道 你们明白我明白 但是我的理解是 结果你们的论 完全是可以把这个画过来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嗯 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一点 有一点差识 好 后来就进入到 大量的这个 马拉拉的这个战场上 这里我要多提一句 这个反方同学基于你们 这个更幸福 你们自己的论点叫做 这样子的幸福更高级 然后呢 我觉得你们更高级 没有描述出来 导致你们的幸福 在我这里 听感上是很差的 怎么说 就你们强行去解释 马拉拉被割了鼻子 对他来说就是幸福的 哦 这听上去对不起 我实在是难以接受 这个 当然我不是因为这个 就直接怕你们比赛说 我只是说对于幸福的 尝试这个上面 我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 那我觉得你们在这里 放一个很小的技巧上的毛病 你们有一点 叫我们大陆的这个 谚语或者俏笔话 叫做 说你幸福 你就幸福 不幸福也幸福 说不幸就不幸 幸福也不幸 就反倒你们今天说了算 你们就指着马拉拉 他说 他肯定是更幸福的 这 你们要 不是 一样要这个样子 我劝你们在打这种例子的时候 最好收集一些证据 比如说马拉拉自己说过 或者谁谁自己说过 比如说距离夫人 她自己说过 即便她一生 她这么辛苦 她觉得为科学事业做风险 她其实是更幸福的 那你有点这样的言论证据 听上去就 情感相会就会好一些 不然的话就有强行解释的风险 不管正方说什么例子 你们就讲过来说 这就有前面 华民局的那种例子 虽然场上没有出现 就一个飞行员 他主动 是华民局 我忘了 一个飞行员主动的 为了避开商机无辜群众 主动的开着飞机 撞向地面 撞向无人的地面 然后再反 如果出现这样的例子 反方经验一定会说 他是更幸福的 这就好奇怪 为什么呢 你们不要贸然举这种例子 你们可以去解释它 你们可以说 如果那个飞行员 也相信 违抗宿命是更幸福的话 而且如果他觉得 当时那个飞机掉下去 就是他的宿命的话 他会怎么怎么样 明白我意思吗 你们不要去诛心说 那个人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听感太差了 但是你们可以 结合你们的论去讲 如果那个人相信 比如说马拉拉相信 他的宿命就是要挑战这一切 而如果马拉拉相信 违抗宿命是怎么怎么样子的话 那么他应该会是更幸福 这个我觉得就会 柔和很多 而且符合事实一点 那当然了 如果你们有证据证明马拉拉 确实这样想的 那再好不够了 明白我意思吗 没有这种证据的情况下 我觉得有强行解释之前 导致听感上有差 那最后到你们讲 加妙的那个幸福的时候 我觉得道理也是一样的 你们甚至在场上出现过 我觉得有这种引用的嫌疑 就是引用权威的嫌疑 你说 那加妙就是权威啊 他说这样不断地推 他就会幸福的 OK你应该相信 他就会幸福的 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 我不理解 而且尤其是正方描述下 我不断推石头也好 我经历很多很多的这种苦难 对我来说是痛苦 是加害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相信 不断推石头是幸福的 我跟华明一模一样 我心正上 我相信那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人之为人 主观意志的放大是人 是可以说人为意义的来源 但是如果反方同学 不诠释 不解释 直接给我最后的结论 只在我脸上跟我说 你相信我 马拉雅就是更幸福的 他鼻子割掉 他就更幸福 是个 西西夫斯不断推石头 推上去掉下来 他肯定是更幸福的 那我觉得这个更高级 没有解释出来的情况下 你直接拿这个结果来吓我 那我没有被吓住 我觉得不行 我接受正方更直观的 这个表达 第二 到最后 正方最后一个论点 就讲社会幸福这一点上 我觉得正方 反方有这个论点 正方我觉得有很多层挑战 我同意前面凭准的意见 我在前面的比赛 我也给正方这样的意见 我觉得你们的反驳 面前要很多 但是每一次 反驳的收束都很差 就是没有整理过 说我既可以从这个角度 又可以从这个角度 又可以从这个角度 所以总的来说 怎么怎么样 而且不同角度 其实是有层次的 有些是怎么样 有些是退让承认你观点 这里 正方 反方第二个论点 你们有很多层反驳 比如说一开始 其实前面你们问的是 社会幸福跟个人幸福 你是怎么比较的 凭什么社会幸福 更幸福了 然后个人幸福被取代掉了 你就告诉我说 为什么社会幸福 就要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 这个战场 有一点点不了了之了 后面就没有再讲 就这么提一提 在我评委心里 打上一个问号 我觉得OK 第二个呢 就是你们讲的 就我说过了 比较滑头的说法 前面评审也都提到过了 正方的讲法是 宿命是不可跨越的 如果你相信它是宿命 你就肯定会打 如果你还尝试着跨过 这个不能跨过的海 你相信我 这个人一定是不信宿命的 这就是标准的形怀认证 只要有一个人 还在跨越所谓那个坎 就意味着 在正方语境里 就意味着这个人 不觉得这个坎是跨过的 就是 正方觉得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人 他觉得跨不过这道坎 他还会去跨 也就是说 正方觉得世界上不存在 有人是明知不可而为而为之的 只要这个人还在作为 他就一定相信 这件事情有转机 那他已经逻辑形成闭环了 把一切东西都封死了 只要一 那 反方讲 稍微提问一下 我觉得就能破除 这个世界上到底 存不存在有一个人 他自己真的相信 你绝对不能改 但是他也要去做 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有吗 应该是有的 但我觉得你们在这里 欠缺政治 你们的例子 因为没有证据 就像我说的 马拉拉有没有言论证据 证明他就是这样想的 没有 其他人有没有言论证据 他就是证明 他就是这样想的 也没有 导致你们抛的任何一个例子 正方都可以反权势 你们举个马拉拉的例子 他就告诉他 因为马拉拉相信这件事情能改 你们举任何一个委员的例子 正方就说 他相信他自己能改 所以OK 这不是他的宿命 这是他的使命 这个时候我觉得 正方不管讲使命 还讲任何都可以了 你随便讲他是什么都行 但反正正方的逻辑 已经形成闭环了 他就去还论证 他就把论证义务 包藏在地理当中 所以我觉得反方在这里 其实是没有被破除掉的 那基于此 正方后来再去描摹 伟人的那个场景的时候 幸福的场景之后 我就觉得更远顺 因为反方在我的印象里 我觉得有点强行解释 是幸福 而正方在最后 自由贵人的时候 甚至还提出说 你看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 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幸福 割舍了幸福 那我会觉得 正方关于幸福和 关于幸福的描述 更能说服我 关于论点的成立上 我觉得正方比反方 要成立的更多一点 正方虽然论点有被打击到 但是反方论点在我这里 两条论点 基本上都不能证明成功 在正方的反复下 都不能证明成功的 所以我的印象票会偏正方一点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个变体可能确实正方的 这个立场本身 就会更直观一些 所以在我心中 我觉得 或多或少 占一点点的变体的便宜 但是我这个裁判 是从来不考虑这些的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已 我不会因此 然后在胜负上有任何的偏向或者如何 我觉得总而言之 还是非常精彩跟激烈的比赛 但是交锋其实有点乱 没有被整理到一个该去的地方 好 谢谢各位 谢谢黄泽峰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一起 梁泽峰老师 各位 我讲了好多 OK 我尽量进简 基本上今天是一种 两种不同的对宿命的看法 正方认为宿命难以违抗的宿命 是一种你相信则有 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 而信仰的内容是 你对不可违抗的总体大事 就是有宿命 反方的立论是 反方对于这块所讲的 是要回顾经验 做一个总结 其实这一块 我对反方听得不太明白 因为我心中有个法 有一个疑问 那是每一个人 就你们所提的 盖观定论才能谈宿命论 因为人总体一生才能回顾 但正方没有挑战 大家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进步意见 接下去谈的是什么呢 正方说 对于不可违抗的 那么就要扩大 接受 那么接受你才可能开展新的路 新的步伐 对于 服从宿命 可以放下执念 带来新的 新的生活 这一块 我觉得很可惜 正方后期没有任何开展 你后期太过执着 以你的定义 把整个轮区 阅速到 被反方 对我来讲是被反方反过来 拆了你们的东西 反方提的是 以自由意志为主 违背的要去抵抗 而且这个抵抗是要观测 从个人到社会 因为幸福可以体质在社会 大概其实就是一个改变 改变现有状况的 前半场 我就跟几个评审有点不一样 我会觉得正方在这几个环节 对反方都进行了相当严重的削弱 譬如说 你们以自由意志为主 正方开举的这个公司就是 如果以自由意志没有违背呢 你看不看 在那个环节 反方没有回应 你说不谈 但当你说不谈 而正方又有叙述 这一块正方是对反方 对我这里来讲是削弱 但你没有办法把它敲死 第二部分 对于这个社会改变 正方的质疑是 改变的过程痛苦 你怎么证明改变后就幸福 这一块 反方 我没听到你们会 当正方也没有收割 你成功之移 当你的论坏 你怎么把这个 这个比重 讲出来还没有提出来 那么写下去呢 进一步呢 正方提到的 反方所提的很多概念 很多的例子 李中伟之类的 是不相信宿命 所以去改变 跟康委宿命是没关系的 对这一块 坦白说 反方处理没问题 所以对我来讲 前半场正方其实都在 削弱层面上 站了上步 可是问题 我这一刻为什么会转到反方呢 关键在 对变 两位上边对变 当正方严重 毁避 反方提出的 印度强暴的例子 而不断于执着 想开展 想跟大家分享 宿命论的构成 到底是什么 有自然 有经典法则 也有信仰系统 结果越讲越乱 把反方之前 被你们削弱的那个板 在气上补了回来 这一补 接下去呢 你们把重点放在 去澄清 宿命论 有什么内涵 有什么内容 也论去 跑去 锁在这个定义的参数 而反方反而在这里呢 开始去问你 你怎么接定 上帝给你什么宿命 相信 得不等于服从 这类的率 虽然也是零少 但刚好因为你处于一个 想分享 这个定义的状况 所以反方这样的公司 就起了作用 所以对我来讲 反方将他第二条论 改变 最后是用了 相对简单的方法 诠释 而当然后面呢 正方也有补了两个点 第一个 使命不是宿命 使命跟宿命 为什么不同 我没有听到 你们去界定 但反方没有回应 后期 自由变后期 还有个点 正方会晚了一点的 那就是 牺牲幸福的 才叫伟人 我又比较可惜 这一块没有很好发展 因为如果发展的话 整个论的板块 又会完整 去向你们那边 而不至于 反方用一个 被你们前期 削了一点的论 到最后 不关穿 在印象上 我觉得气势上 在后场上 将议了这个比赛 所以我这票就给了 这个反方 但整体上的削落 正方做得比反方 比较多 所以我刚才 基本上是两票同时投了 从技术上 因为我没办法 我没有听到 正方有很多连接句子 把你的论讲清楚 所以你有削落 但你没有归于 你自己本身的一点 而且后半段 太过谈 谈太多 什么不是宿命 和宿命应该包含什么 对于宿命 为什么服从会带来幸福 没有任何解释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抛掉你立场论点 在你抛掉 自己论点的态长 和线索在一个定义上 反方的这种挑战 对我讲成功 可是整体上 你们前半段 也进行了很多 削落反方的违影 所以 智能分票 分数票我真的不清楚 听听有明白 有点宿命还是死命 还有什么命 谢谢各位 感谢评审们精闭的言论 下来马上就要请各位评审 投下最后一轮的 决选票与最佳变首 那现在就让我先来公布 本场赛事最高得票的 三位最佳变首候选人 排名不分先后 这一轮会 正是 高点 大 有点 分辰 正是 打碎 都在 外币周四扬州议员代表 外币周四扬州议员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总会 孙女总会长 陈康义乡长 总裁政王文海乡长 副总秘书 王志胜乡长 邀记主任 拿渡黄顺凤乡长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青年团 团长 建大会主席 陈世章相承贤 独立总会长 刘国锦香贤 不好意思 撕立总团长 不好意思 永久名誉 总团长 拿渡李万兴相长 谢谢 青年团总秘书 胡志果香贤 筹委会主席 庄凯伦香贤 万人爱心总经理 曾美丽小杰 孙美兰州万人万事经理 颜富胜先生 林顿University College代表 Tony Chu 赴年会三大机构 理事们 评审老师 记者媒体 老师教练 及各周辩所们 大家下午好 好 还有我们尊敬的 啊 酬委会主席 庄凯伦香贤 已经称呼了吧 好 OK OK 欢迎大家出席 第21届 副年轻全国中学华语 辩论赛闭幕典礼 首先 有请全体树立 唱国歌 及副年会会歌 没有 全部孔子 对 这项疑 对 温度 就是 你 在 庄面 你的 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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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